凱米台风尾横扫南台湾 因为后阵排水溃堤 加上遇上大潮水排不出去 导致台南盐水区盐水很严重 几乎整区是都泡在了水里 如今空拍画面也曝光了 盐水区惨变水世界 居民哭不堪言 凱米重创南台湾 透过空拍画面俯瞰盐水区 欢迎未聊 马路成了水路 住宅寺庙农田还是工厂 余温全都泡在水中 因为后阵大排溃堤 加上天文大潮酿成严重积水 马路一片汪洋 居民涉水外出补充物资 一旁的民宅全泡在水中 景象相当惊人 这里是台南盐水的伟寮里 因为排水沟的管子破裂 造成积水迟迟无法退去 水淹小腿度居民寸步难行 而一旁的农作物也都泡水力 还好居民抢先收成 降低农损 比起823水灾 凯米伤害更大 凯米惊人与世 很多轿车惨遭灭定 不少车主在水退了之后 赶紧找来拖吊车送厂维修 车子被吊起 轿车底盘全是污泥 车尾还能看见 小蝸牛攀爬在灯罩上 凯米连日豪雨 南台湾灾情惨重 居民只期盼水能赶快退去 尽快重建家园 记者林千一 陈一如 孙颖逸 台南采访报道